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即使是像博明罕这样大型的城市政府 也会面临财政破产的局面 究其根本,主要还是在于城市政府的财政收支失衡 以及债务管理出现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城市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与中央政府不同 城市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地方税收 以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近年来,全球化趋势使得地方税收下滑 而中央政府财政紧缩也导致转移支付减少 这对城市财政是个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城市政府的支出压力却在增加 人口老化加剧了养老、医疗等社会支出 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民众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 这些都推高了城市政府的支出 在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双重压力下 不少城市政府开始大量举债来填补财政缺口 但过度举债又会加重债务负担 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部分城市政府存在投资事物、腐败问题 也会导致巨额财政漏洞 博明罕市议会所面临的平权薪赔偿金危机 也凸显出城市政府在财政规划和债务管理方面的缺失 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环境 城市政府必须提高财务治理水平 控制不必要支出 重视债务可持续性 方能避免不入财政泥闹 过去,除了博明罕 还有一些其他城市政府近年来也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困境 美国底特律师 2014年,底特律师正式宣布破产 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 主因是该市人口外流严重 税机不断萎缩 加上养老金负担过重 法国马赛 2013年8亿欧元的债务 使其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破产的大城市 财政危机 源于举债过度和有问题的公共工程投资 希腊塞萨洛尼基 信用评级被降至垃圾级 财政入不敷出 2012年被迫接受欧盟纾困资金 才度过危机 西班牙巴塞隆纳 财政受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 举债额占政府收入比例超标 入不敷出 市长被迫减薪处理债务 意大利纳布勒斯 长期的财政赤字和举债 加上黑手党势力导致财政滥用 在欧盟压力下不得不推行紧缩政策 这些例子说明 城市政府也同样面临着收入减少 支出增加的双重压力 一旦财政规划失当 举债失控 就很容易陷入困境 我想说明一下 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不会直接导致中央政府财政崩溃的原因 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通常拥有较高的财政自主权 能自行设定部分税率 调整财政收入结构 而不完全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 当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时 中央政府可提供有限度的财政支援 但不会无条件承担地方政府所有债务 博明罕是议会破产的直接原因 是其自身财政失衡 以及长期积累的平权薪资赔偿债务所致 与英国中央政府财政状况相对独立 另一方面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税政策 为地方提供间接支援 也可以督促地方政府推行财政改革 但不会硬性要求拯救个别地方政府 即使博明罕是破产 英国中央政府也不会承担其全部债务或直接破产 毕竟地方政府破产属地方政府自身的责任 中央政府只能在必要时提供适度帮助 欧洲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较为独立 有别于单一的国家财政体系 地方政府财务状况不佳 不应片面归咎于中央 也不会直接导致中央财政崩溃 透过地方政府自身改革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辅导 可以有效应对地方债务危机 而非凭空无限度offer中央资金挹注 中央政府也需承担其责任 加强对地方的财政转移 并监督城市政府的债务风险 只有中央和地方齐心协力 才能避免更多城市陷入财困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期待下次见面 多谢支持VideoLab 我们下次见